整起魯仁勒鼠案呢 现在也爆出呢 难道是黑道护养吗 也传出了生意欺价的内幕 四十岁的黄姓被害人 是地方势力黑人家族成员 疑似因为曾经营地下迁堵 还有暴力讨债 遭到了竹联邦 红仁慧以牙还牙报复 据了解呢 最后是由黑人家族老大 绰号黑人的郭信一出面来斡旋 才让红仁慧愿意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其实郭信一出面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二零一九年 他就曾经协助警方化解 引发社会关注的 桃园车行挟持案 两名戴图持枪 闯入桃园一家中古车行 挟持九名员工 发生在二零一九年六月 震惊社会的震案事件 警匪对峙 气氛紧张 现场一度擦枪走火 还好有关键人物 绰号黑人的叫偷老大 郭信一出面协调 才平安落幕 据传这次被掳走的 就是黑人家族的帮众 四十八岁黄姓男子 二零零九年 经营地下期货千赌 及暴力讨债 不法获利七亿元 靠着这些所得 身价不凡 除了大老婆 还金屋藏娇 三个小老婆 都被安排得服服帖帖 道上传闻 他这次被掳走 是因为有红荣会成员的亲戚 被暴力讨债才会遭到报复 当年枪战 靠郭信一斡旋成功 据传这次释放肉票 也是靠他搞定 五十三岁郭信一 九零年代崛起 在桃園地区赫赫有名 靠着凶狠个性 在斗上闯出名号 年轻时曾拿长枪 扫射派出所 甚至会出界枪支 号称黑道军火库 就连当地田道盟正义会 和至尊盟等帮派分子 都对他退避三分 出狱后转往低调 没想到又因为帮众 被当街掳走 大哥再次出面协调 登上新闻版面 记者最好报道